Hello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本书的第51个单元 今天的标题呢叫做days, months and seasons 就是日子啊这样的表达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关于time的一些表达 There are 365 days in a year 在一年当中呢有365天除了润年 润年是有366天的 因为二月份多了一天对吧 那润年叫做leap year Leap year润年啊 And there are 12 months in a year 在一年当中是有12个月份 12 months And there are 7 days in a week 一周有7天 And there are 2 weeks in a fortnight 这个fortnight这个单词 估计大家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啊 它在英文当中呢 其实因为外国可能就是 有的公司在发新的时候是两周一发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单词叫做fortnight 表示的是两个星期 OK,两个星期啊 And there are 24 hours 一天呢是有24个小时的 小时hours 然后一个小时是有60分钟 然后呢一分钟是有60秒 60 seconds seconds表示的秒 那100年组成了一个世纪 100 years is a century 一个世纪 那10年呢是组成了一个decade 的10年 那1000年呢 这个单词叫做millenium millenium 这个单词给大家好好说一下 M-I-L-L-E-M-I-U-M millenium 表示的是1000年 OK,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啊 做一个小小的排序 从我们刚才学到这些单词当中 最小的一个单位应该是秒对吧 S-E-C-O-N-D 可数名词 秒的上级单位就是分钟啊 minute M-I-N-U-T-E-S minute上级单位应该是hour对吧 然后hour也是一个可数名词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day 一天 day也是一个可数名词 一天接下来是week 可数名词啊 weeks 然后weeks啊 接着往上fort night 接着往上就是month 然后month呢 其实中间应该还有一个season对吧 S-E-A-S-O-N season叫季度吗 然后接下来呢 才是year Y-E-A-R year 然后再接下来呢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直到十年有一个单词 decade D-E-C-A-D-E 那十年再往上就是century了 C-E-N-T-U-R-Y 然后再往上就变成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millenium这个单词 所以时间单词的一个排序啊 刚才也领大家review了一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部分 那关于一周的这个七天 这七个单词啊 从sunday开始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这一共七个单词 大家必须是要会拼的啊 你说我其中有一个单词不会拼 wednesday太长了 不会拼 不行 因为啊 这个除了你在生活当中 这几个单词可能非常常用之外 那这个雅思的这个考试当中 这几个单词都是要求会拼写的 当然它可以写简写啊 比如说sunday就是sun点 然后monday就是mon点 tuesdaytue点 wednesdaywed点 thursdayhthu点 然后fridayfri点 然后sat ok 所以这几个单词也都是可以写简写的 那我们到国内的工作时间来看 从周一到周五 这个叫做weekday 叫做工作日啊 工作日 那周六周日 这个叫做weekend weekend叫做周末啊 周末呢 同样也是我们的day off 这个叫休息日 day off这个单词啊 叫做休息日 ok 这是这几个单词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时间的一个表达 today 叫做今天 现在 今天 明天呢 叫做tomorrow啊 这是明天 那比如说today is wednesday tomorrow is thursday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说明天的明天 叫做the day after tomorrow after这个词咱们学过 叫什么在之后 对吧 明天之后呢 不就是后天吗 对吧 the day after tomorrow ok 那昨天呢 叫做yesterday 那昨天的昨天呢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before和after 在这里边被活用了起来啊 所以我们一共用这些小词 可以描述五天 比如说today is wednesday and tomorrow is thursday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s friday yesterday was tuesday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as monday ok 整个这里之后 我们就说完了啊 好 那如果是上午的时间呢 我们叫做morning 这个不光是早晨啊 比如说这个问早上好 叫good morning 但是呢 不光是早晨 上午的时间 都可以叫做morning 也就是从八九点钟啊 一直到十一点啊 都叫morning 所以英语老师 在高中英语老师上课 一般如果上午上课的话 就hello good morning class 对吧 就上午好 那下午呢 就是afternoon afternoon这个时间 一直会持续到大概晚上六点之前 都可以叫做afternoon啊 这个叫做下午 然后那么晚上 就是六七八九点 这种呢 叫做evening啊 所以一天呢 可以被拆分成上午 下午以及晚上 what kind of person you are 大家在什么时候 学习效率是比较高的呀 are you a morning person 你是早上学习效率最高吗 actually when I was a student I'm a morning person 当我当学生的时候 我确实是一个早上 效率比较高的人 然后后来呢 因为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 进入到了这个职场啊 包括一个各种各样 人生角色就丰满了起来 那我逐渐的变成了一个 evening person 变成了一个夜猫子 night out 夜猫子啊 好 那如果我们想表示的是 在哪天 那我们要用的这个介词 叫做on on加一个具体的字 比如说on Monday don't call me on Monday because I have classes 那周一的早上 不要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有课啊 那on加具体的日子 就是表示在哪天 那don't disturb me on weekend 所以如果你想接weekend 也可以用on这个介词啊 当然on weekday也是啊 on weekdays都可以 所以用介词on ok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部分啊 关于月份和季节 那月份 从1月一直到12月 这所有的单词 我们都必须要会写 1月 跟我一块读啊 January 1月 January 它可以减写啊 jan.2月 february feb.3月 march mar.4月 apr.4月 然后may 就不用减写了 这是5月 那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乐团 叫做may day 5月天啊 5月天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乐团 那jun 6月 July 7月 August 8月 AUG September 开学的日子 SEP October OCT November NOV 然后December DEC OK 大家最喜欢哪个月份 for me I like December Because my birthday is on December 那对我来说 我非常喜欢12月 因为我的生日是在12月啊 而且呢12月是一年的年底 可以做一个 对于一年的一个总结 以及下一年的一个展望 所以我最喜欢的月份是12月啊 但我也有朋友他们会非常喜欢夏天 比如说喜欢7月和8月 因为夏天都是很多美好事情可能会发生的季节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一年啊 分成四个季度啊 一年四季 春天呢 这个叫做Spring啊 春天 夏天 Summer Autumn 秋天 Winter 冬天 所以我们分一下几个月份吧 从几月到几月分别可能都是不同的季节啊 那一般来说呢 从啊 345 3月 4月 5月 March April May 大概就是Spring啊 然后呢 从6月开始 6 7 8 大概就是Summer 然后9 10 11 大概就是这个Altum 或者叫Fall啊 Fall F-A-L-L 那也叫秋天的意思 那Winter 12 12 OK 那我们的Spring Festival 就咱们的那个春节 我们的春节一般来说可能是在二月份居多 对吧 其实我觉得啊 中国的Lunar Year 就是这个农历啊 还是挺有道理的 因为一年的结束就相当于是你过了春节一年就结束了 然后来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进入到春天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春节可能都时常是在二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 如果按照西方的纪念力来算 12月算结束 那么其实一月份还是冬天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Lunar Year还是有一些智慧的啊 好 那接下来 当我们说到这个在哪个月份呢 比如说这个在十二月 那我们会迎来新年New Year will come in 那我们要用的借词是in 这和刚才在具体的日子上用的这个借词是不一样的 在具体的日子上我们用的是on对吧 on which day 那具体的月份上呢 我们用的是in which month啊 in which month OK 所以注意这借词的使用 那么我们今天呢 学习了时间的表达 学习了星期 学习了月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学一个知识点啊 就是关于这个日期咱们要怎么说 比如说一月一号 那我们这个一月叫做January对吧 这个大家都会了 那一号呢 the first of January 那这里面用到的是叙述词啊 在叙述日期的时候要用叙述词 它指的就是有序的述词 就指的是叙述词 比如说一就是first 二就是second 三就是third 四后面就加th fourth 然后eleven呢也后面加th twelve后面也加th 十三 thirteenth 这后面也加th 十四 以此类推 但是到21的时候 情况发生了一次次改变 因为21它没有自己的名字哦 人家叫21对吧 所以它就变成了twenty first 二十二呢就twenty second 二十三 twenty third 二十四 twenty fourth 以此类推 所以我们在说日子的时候呢 要用叙述词加月份 按照这个公式啊 叙述词加月份 然后再加年份 这样子去说就可以了 比如说啊 我们随便想一个数字啊 比如说八月八日2008年 那我们叫做the 8th of august2008 对吧 the 8th of august2008 就这样说就ok啊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具体内容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 bwd6